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收市之後的EJMarkets的時間 我是呂軟營 還記得過去兩位交易日還跟大家說 市況似乎技術走勢轉差了要謹慎一點 而且成交又不太配合 只知今天下午突然間以一個傳聞出現 下星期可能有資金殺到 馬上大市方面由你無理衝上去 恆至今天可以說是先低後高 一來輕輕高在79點之後曾經跌到29點 然後整天上午沒有什麼表現 突然間在3點過後升幅突然間擴大 終於恆生指數差一點以傳日最高位收市 收24889升311升幅1.3% 成交不過輕輕增加到710億5千萬 增加的數目不太多 國企指數方面同樣是先低後高 高於46點之後曾經跌過22 下午突然間跌到3點過後 2點多後突然間升幅擴大 最理想的時候升166 收市10129升147升1.5% 今天大市上升下跌股份比例差不多1.5% 整低大市是5.6股份上升 4.4股份下跌 但指數做得不好 主要是因為指數成份股 做得非常理想 恆指成份股入面 9.8股份上升 國企指數成份股全都是上升 莫怪於為何對指數的貢獻就這麼大 看看實際的港股中什麼帶頭 騰訊繼續沒得輸 真是再創上市高位 再升6元升2.5% 200型副基金升3號 恆生HQAETF升5.3 匯控升3.5元 友邦升9.5元 建行升6元 最突然驚的就是港交所 怎麼突然驚 他十陣都不動 哇一動動了4.8 升2.5% 真是看到好像有些春光鴨 然後平安升7.5元 吉利汽車升2.4元 工行升3元 今天升幅那麼全面 包括什麼股份 幾乎是承辦都做得好 包括金融股 金融股裡面包括有內銀 不是內銀 無論是內地 本地 國際銀行同樣都做得好 這個也有得理解 因為如果你下次聯絕局加息機會是九成的話 其實加息有令銀行的息差 所以加息對銀行股是好的 但是今天連保險股 保險股也可以勉強說 他們拿著這麼多的股票 加著這麼多金融股 如果是加息的話 對他們也有幫助 都對 所以內銀本領銀行 國際銀行保險股上升可以理解 但是今天還有什麼股份做好呢 大部分的方望股 汽車股 珠寶中標股 內房股 水泥股 重型機械製造商 鐵路基建股 雄安新區概念股等等 都是普漲的 由於都是大部分上升 所以就不和大家進錄了 不過有一板股份升得特別重要的 就是哪一類股份呢 就是電力股 哇你看看 潤電升5.5% 環能過濟升6.7% 哇大堂化電真的不得了 升了1乘6 環電過濟升7.3% 中國電力升2.4% 究竟有什麼特別好消息呢 這一板股份 第一就是市場傳 就是環內利症考慮 將主要的火電和核電企業 重組為三間 另外德銀也發表最新報告 他們認為電力股經過首季的慘淡業績後 估計已經大幅反映了今年業績不好 轉而關注就是有機會加電費之後 會令到2018年的業績好轉 加上目前的股值吸引 加上即將派息 和中長期受惠行業整合 都利好電力股 所以德銀特別 他們首選看好這三間的電力股 就是107 華電國際 902 華能 和836 潤電 投資評級都是比入是買入的 不單是德銀看好 另外高盛亦發表報告 將836 華潤電力12個月 目標價 由14.5 上調到16元 調整幅度成一成 重新是買入的評級 原因是他們認為 煤價上升 將會帶動加電價 又預期公司會謹慎地開拓 例如零售市場的新機會 潤電預測息率去到7里 公司在資本開支方面一向都有紀律 派息增長穩定 目前股值並低估 所以在大行加持下 還有憧憬重組 所以電力股今天就在雲雲的股份中 表現得特別出色 另外有一版股份也表現得挺出色 這就是航空股 除了北京首都機場勉強 你也知道機場始終都是 記得幾隻內地航空股做得挺好 東航升4.3% 國航升3.6% 南航升3.8% 好了 今天大使這麼高興 不如聽聽我的同事 就是信報投資研究部高級分析員羅崇博的點體 下午市立即醒神 升穿了5月2日高位 24,773點 一破了平頂阻力就去了 市取得上去 其實你見下午都喊了 你見港交數一動 港交數很少動 一動就不得了 升超過2% 其實帶動到市的氣氛好了 到差不多3點鐘 就是A股收市之前這些時間 市場傳說 下個星期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期間 國家隊會入市維穩 這個消息刺激到港股 就是A股收市過後 港股繼續升 說來說去上次我們和旅行營都說了 那就是騰訊 始終市的火車頭都是騰訊 騰訊 剛才看到 都去到250元這些位置 繼續帶動大市 你見到指數升 今天來講 升跌比例仍是差一點點 到這個時刻 升跌其實比重都差不多 就是說其實市寬 我們上次講的中線市寬 改善的幅度都不是太大 但是後市怎麼樣 如果資金回來的話 就中線市寬有機會咬上去 導致市底的質素會好轉 否則的話短期來說 都似乎還在南籌股輪流炒指數 不重要啦 輪流炒也有輪流炒的玩法 最重要就是有得炒 總之就一個傳聞之下 市場突然氣氛又好轉了 大家就看著腦 因為始終那個成交都不是那麼多 現在大家都在玩春光鴨 我早過你買這樣而已 你看看內地始終都不是那麼遷 真是令人失望的地方 就是內地股市 你看看香港升得那麼高興 上證指數今天先跌後回升 好好的啦 低開之後最多是25點 終於收市差3點 就是全日最高位收 不過都是輕輕升接近2點 收3081升0.1% 成交還要進步縮 減到1528億多 深淨成分股指數也是先跌後回升 低開38點之後最差跌97 收市終於升52點 收9885 差2點就是全日最高位收 升0.5% 那滬深300指數還要下跌 至於深圳的創業版指數 先跌17點之後回升 差1點就是全日最高位收1802 升14點升幅0.8% 好那就看看繼續外圍就不走 再加上究竟全民之中 是不是真的有國家隊資金殺到為上 好了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回到明早飯巧遇上 跟大家見面 拜拜